Hello 各位球迷 大家好 來到甲港超聯 完成了亞洲杯的賽事 回到本地的賽事 不過這次先講省港杯 因為聯賽和精英杯 都還未是一個所謂 復償的狀態 所以先留下 之後再講一些球會的表現 之後會有很多空間 或者很多機會 會講到下半季 尤其是下半季很多球隊都有增兵 所以都會在不同的時間 都會跟大家分享 但是這條影片 就會集中在 甲港杯第一回合 在王國大球場主場 超過五千人 入場的情況之下 二比零贏了廣東隊 這場球會講一下 香港隊的表現到底是怎樣的 另外就是下個星期 就會作客 去到廣州的越獸山 次回合賽事 在這裏有一個小呼籲 因為小弟應該 很大機會 有可能 或者 未必 或許 就會去廣州看這場 次回合賽事 所以 如果 各大 的 IG 山助商 各大金主 如果想課金我這一次的 去廣州作客之旅 都可以聯絡我的 我這次都會拍花絮的 那就不僅僅做蔡又萍了 就會拍我 直接去廣州的過程 入場體波的過程 都會拍下來的 算是這個頻道 我想 接下來第一條是會 出外景拍 動的 會剪接一下 可能會加上字幕的一條片 所以如果金主們有興趣 當然也可以課金支持 直接聯絡我 我會冠明你的品牌 會出你的名字的 贊助我這次旅程 我也歡迎大家支持 另外 就是Pay Me支持 Pay Me支持 請小弟喝杯咖啡 或者喝杯飲料 也可以在Discretion box 那裡 一按鈴鐺 就可以支持小弟 當然 歡迎大家 訂閱頻道 按鈴鐺 就不會錯過下一條片 給個like comment 你覺得香港隊在這場 散港杯首回合的表現 你覺得是怎樣的 另外 share 給朋友看一下 也是 歡迎大家 更廣泛的討論 我覺得香港隊在 這場賽事 又被我們見到 就是 次一級的 那一批名單上的球員 都有好的發揮 所以這條片 都會慢慢去討論 好了 那麼 立刻就會去講 這條片的 這條球的所有內容 先講排兵部陣 排兵部陣方面 其實門將就是謝家榮 這個都可以想像的 即是接下來一定會是 即是這一類的賽事 還是家榮先 好 然後中堅方面 我們 很期待 終於都見到中樂安能夠正選 這個是我自己 是想看的 因為中樂安一路一路受傷 知道他 卡住很多傷患 不幸運地 是 不能夠 即是用一個健康的身份 出現 或者去競逐亞洲杯光名單 這個是 對他們來說是不幸運的 今場可以正選上陣 另外李藝凱 都是一個正選的中堅 右閘 就是在英國趕回來的曾以恆 要客串一點右閘位 其實也這麼說 他這麼有誠意 回來香港踢這場球 叫他踢右閘 他都願意很盡力去踢 我覺得算是這樣 大家知道他是踢中堅出身 但是踢右閘是不是完全不行呢? 我又覺得 不是說完全不行 我覺得踢右閘 他還是要... 要... 浸一浸 未必很習慣 但是不是完全一無是處的 左閘方面就是王子浩 正選 中場方面 終於林暇廷都可以在廣州裡面 在這場球裡面 擔當了一個防守中場 不過這次踢防守中場 就單六號 單防中的 所以呢 在那個... 陣職上面 天生有一點點不利於他 稍後會講為什麼 兩個八號位 陳少軍 這陣子的大紅人 狀態非常之適合 搭著余在賢 余在賢 在... 亞洲杯裡面 當然就不是主角 但是都... 感覺到他在... 那個雜訓 然後去到卡塔爾當地 然後其實感覺到他有進步 所以為什麼會爭俗到安達臣那個青萊 在場球裡面擺正選 至於... Marcus 啊 張希賢呢 都是正選的 應該是在左手邊的逆風位置 另外就... 潘佩謙呢 和孫敏謙呢 其實他們的前線兩個 是不斷換位的 所以呢 你可以說是孫敏謙箭頭 也可以說是潘佩謙箭頭 其實兩個是不斷交叉換位 所以我都不會太過定義 誰是純箭頭 或者誰是逆風 擺出來這個... 佈陣呢 其實前邊三個都是快球員 可想而知呢 其實中前場的爭頂方面呢 會是這場球裡面比較缺乏的 會是過往的賽事裡面比較缺乏的 過往的賽事有安永佳在第一點 所以呢 爭頂方面 然後設定一些異傳給其他球員去收拾 收拾一些時間 這個機會呢 是多 但是... 這場球沒辦法 前邊三個都不是很爭頂的球員 反而有時候逼到要陳兆君去爭頂 那... 菲利普去爭頂有時候都爭到的 但是你說... 身形上面呢 他有一點點時底 所以爭第一點的時候呢 都成功率不是太高的 那... 所以就是有這個情況... 其實大家看replay是可以看的 在YouTube是有full replay的 可以看完完整成場重溫賽事 所以呢 在場球裡面的一些小... 一些... 即是整場球的發展... 順順落落是怎樣呢 我就不太詳細交代 我會抽一些重點出來講 然後會抽一些我觀察到的一些位置 然後還會講一些球員 每個球員的表現是怎樣 我都會仔細講的 那...其實就... 開球出來見到... 比較搶鏡真是前線的配搭 喏... 潘佩軒和孫敏軒是... 兩個不斷交叉換位的 尤其是... 通常當防守的陣型出現了的時候呢 孫敏軒就在一個頂頂 然後潘佩軒就在一個右手邊這樣 但是如果一轉手來攻的時候呢 尤其是在一個閘位那裡 那個球員會慢慢上來的時候 一轉手來攻的時候 潘佩軒就會由右手邊... 易鋒插進去中間 而... 孫敏軒就會在中間 拉回右手邊的易鋒 做回一個... 換位的... 一個配搭出來的 但是這樣呢 有一件事不好 就是... 曾以恒的角色呢 是比較難處理的 因為曾以恒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沒有... 跟過... 阿雲的... 大軍啦 所以呢 也都沒有怎樣跟過習分啦 所以呢 就... 速率上面 他去習慣隊友的走位上面呢 有一點點瑕疵的 就是他不是說... 這麼順利可以由後場 那波上來的時候 前邊找到隊友 因為前邊兩個隊友 交叉走位 正在動 所以是不是很順利可以串連到前邊呢 不行的 有時都會是... 比較難可以前邊找到隊友 所以他在右路呢 他前面有時沒有option的時候呢 他唯有試一下選擇 一會回到後 一會找中間 甚至又找左手邊 這個就是曾以恒面對的問題 那第一件事就是我們見到... 呃... 這樣的換位啦 那另外就見到 其實整隊球 嘶... 很明顯的 有跟去卡塔2的班 是比起沒有跟去卡塔2的班 是快很多的 不是說跑得快這麼簡單 是整個腦袋轉數快 拍在對方那裡搶球快 對抗強 用過波壓的猶疑是低了很多 是少了很多 尤其是... Marcus 張喜賢 他在利文 真的不多表現的 還有在利文有時候 我覺得他扔得多過頭 扔得有時候過了龍 不知道怎麼做好 想多了 但是這場球一出來 我就覺得Marcus 扔那個球 我個人認為 我覺得刻度好處 他不會扔得太多 但是呢 他又不會完全不扔 因為有時候 直封的東西 你完全不扔球 只扔腳呢 其實沒什麼用的 就是你 對對方的防線 你產生不了威脅 對方不會主動 找人去夾你 也不會找人去mark你 你draw不到對方的attention 你不能夠拉開對方的防線 即是 draw不到空間出來 其實你作為進攻球員 這樣的話 就很平庸 Marcus 這場球 一出來 早段已經 被我們看到 由左路卡在中間 他避開了兩個球員 之後避開了一個起腳射門 雖然那個射門 最後不能夠 帶來一些很直接的威脅 但是你看到 啊 他知道自己做什麼了 因為過往在利文有時候說 嘩不要弄太多 因為他弄太多之後 他做不到威脅 又不起腳 有時候又不交球 想得太多 但是這場球出來 Marcus 知道自己做什麼 那這個我就歸功於 真是 張喜賢在一個集訓過程裡面 跟他卡塔爾 那個大軍裡面 他在一個訓練裡面 他有成長了 處理球的冷靜度 就判斷那個球怎麼去做的時候 做得好 那整隊球有這個情況的 張喜賢 陳兆君 余在賢 甚至Oveco等等 孫敏謙等等 這些有跟去的 全部都是快的 速率快 腦袋轉得快 你看到的 那所以就 這件事情 我們看到是一件很正面的事情 開紀錄 我們很快就開紀錄了 我們就是透過 陳兆君的一個遠射世界 開紀錄 這個球怎麼出現? 不就是剛才說的 Marcus 張喜賢 張喜賢在左路 中線附近位置 被人被焗死了 本身 一下假身一擺脫 推進 加速 然後衝去禁區角的時候 切過來中間 切過來中間 那Philip一現上來 哇 推順很好射 所以你看到Philip 上來 他不會太多囉嗦 有機會 立刻起腳感 是不是 所以那個信心 現在我想 陳兆君 他已經企及了一個 是 嗯 我可不可以這樣形容 會誇張了呢? 他算是 我覺得現在他是生涯高峰 他的信心 他現在在球場上的表現 那個 速率 對龍門的飢餓感 不斷尋求機會起腳 這個方面 我覺得他現在暫時真的是 生涯高峰 我想他現在的狀態 真的處於一個最巔峰的水平 那陳兆君 可能在下半季他很幫到大埔的 大埔可能 看看有沒有機會欠到精英杯 陳兆君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人物 有機會 當然其他兵員都很重要 然後呢 遇到一個小問題 小問題就是 王子澳受傷 在15分鐘的時候 王子澳 應該都是拉傷了大腿的肌肉 那樣的受傷 那就換了林諾勤下來 那林諾勤下來 那林諾勤下來 不是很跟得到的 你看到他一下來 他又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沒有去集分 應該是這麼說 沒有被損進去卡塔比大軍 不是那個圈裡面的人 他的速率就是跟不到就跟不到 那你說林諾勤之後 沒有差我等一下會講 林諾勤的表現 那之後下來呢 就 香港隊的表現 整體來說 我轉數都幾快 而且觀察到一樣東西 對方的速率 其實不是很跟得到香港隊那個迫場 對方在應對香港隊 向前場迫那個時候 其實那個應對是幾差的 都幾容易被香港隊迫到 其實香港隊這場呢 他不算用一個很瘋狂的高位壓迫 他反而都是一個在中線附近 一看到機會才迫的 如果你看到對方 小小的中後場 那些脫脫的 現在立刻迫 但是不是盲目迫 沒有盲目 不斷蓋上去的 那這裡我覺得挺好的 中場的攻守變換的速率 是相當之高 因為尤其是這場球的中場 那三個 全部都是卡塔比大軍的成員 所以你看到他運轉的時候 真的運轉得很快 尤其是菲利普和余在賢 運轉得很快 那另外就 要罵就是 把握力方面 潘埔軒那個 上半場是一個 所謂 算是一個單刀機會 由右手邊 進去 那 我想他想多了少少 處理上面是想多了 令到 我不討論他有沒有左腳 當然很多人說 左腳射就行 我不討論 就是左腳行不行 但是那一刻很明顯 看到他就是想多了 他用左腳好右腳好 其實最後的效果也不應該是這樣 因為最後的效果出腳那一刻 其實他是隨便的 為什麼會去到這個隨便呢? 就是因為他 已經推到一個位置 是很窄的 龍門角度 龍門就是出來了 他已經覺得 唉 都沒有機會了 試一下 試一下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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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不是這個層面上 是他推完順了之後那一刻 他本身還要看一看 遠處有沒有人 那麼他第一次沒有立心射 反而之後他再立心射的時候 處理就隨便了一點 那麼這一下 少許要罵的 那麼另外就 這座人波見到在Marcus那邊的啟動點 他除了扔球扔得好之外 其實他是有多少傳中機會的 就是他不是只是Cut In的 他是會直接在左路斬在中間 那麼這個也是一個挺好的 那麼另外就中場方面 那麼Fraggle會是一個掃蕩位置 但是呢一個問題 他在這場球裡面他遇到一個問題 因為他單防中 他遇到一個問題就是他有時候 一起局上去爭的時候 心急 想可能第一時間得到的位置 拿球然後馬上傳走啊 或者是他太想做些事情出來 那麼太想做些事情出來 反而急著那一頭呢 令到事情的效果不好 事情的效果不好的時候就失誤了 失誤的時候 被人打過來的時候 他就很... 就是要勉強回追 跑回頭 跑回頭 有時候從一些 斜斜的後面的角度要落鏟 然後就... 其實對方是可以拿到一些犯規回來的 那麼... 製成了一些失誤出來 那反而就是想立功 想見功那一刻就變成了一些失誤 那麼這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Valgo他還是... 我覺得還不夠老練 在這個單防中的位置 大家想想 其實香港隊 為什麼在亞洲杯踢過雙防中 就是因為... 現在任何一個球員 擺來如果踢單防中的話 其實都是會很勉強的 even... 在亞洲杯踢得很好的陳俊樂 在過往的賽事踢單防中 都是很勉強的 勉強捱得住的 都是很多失誤的 有時候那些位置都會脫掉的 因為沒辦法 就是覆蓋不完 就是覆蓋不完嘛 有時候蓋上去 一個防中就是覆蓋不完 所以這場球呢 Valgo都有遇到這個問題的 就是覆蓋不完 一個防中的位置 所以就... 但安達成的安排就是 雙八號 單六號嘛 所以就... 他有遇到這個問題的 另外就是右路方面 沒那麼好 因為曾以恆其實回到來 他用的球有時候不是很肯定 也有些失誤出現的 所以就令到右路的進攻方面 就不是太好 防守方面他也有些失誤 尤其是看別人的美處過來那一刻 我想他不是很習慣 別人繞他身後一些盲眼位 那這個就... 都是他遇到的問題來的 那另外... 上半場就是林諾勤呢 他要... 後面上陣之後 他下來了 我... 都大約數過大約都要十幾至二十分鐘 他真的入局 真的要跟對隊友的節奏是快的 是看的 那... 但是你說他沒有差 我稍後講球員必須時就會講 我覺得... 他雖然要時間入局 但是整體來說我覺得可以接受的 Jordan 那另外就... 把握力方面 其實... 在上半場 其實如果把握得好的 不止一球 不止一球 無論是高球 還是一些快攻的機會 其實香港隊都找到不少的射門機會 因為... 辛苦的迫搶 其實就是為了製造更多射門而已 是不是? 始終... 把握力那一環 都還是一個致命傷 如果... 所有的機會... 把握多一點點 不要說把握了 把握多一點點的話 其實上半場我想2比0 至3比0 是可以做到的 是可以做到的 那... 去到... 去到... 下半場的賽事啦 總結了下半場啦 那下半場呢 其實就... 對方其實... 在下半場出來的那一段 都想... 壓一壓上來呢 都是... 想叫做... 看看有沒有機會 追回和的比數啦 那所以呢 其實... 在兩側的高球方面呢 其實對方呢 都會是不斷地運用到的 在下半場下來的那個階段 那所以呢 其實也都見到 在下半場出來的那個階段 兩個中堅 香港隊的中堅 有一點點捉襟見爪的感覺 你又可以試過自己回防頂 頂回來中路 一個人的起腳的機會啦 就是那個都算是... 幾大的失誤來的 你可以頂失了之後 就是叫他頂回給別人 然後起完腳之後 他自己都沙嵩了 海都沙嵩了 海這場做隊長啦 那麼... 另外就... 那... 中岡安方面呢 其實他就反而不是說 就是太多去參與 差第一點的那一刻 反而有時候是... 去背位的那些多一點的 那... 但是就... 又比我們叫做在... 五十多分鐘左右 抓到一個機會啦 就是這些就是這樣 別人想蓋上來攻的時候 後防一點鬆懈 我們就可以打回快攻 抓到一個機會 這個入球 又是要賺... Marcus Marcus 其實怎麼拿這個球呢 再賺早一點就行 就是... 應該... 沒有記錯應該是陳兆君傳的 陳兆君呢 在... 左路後場給了一個... 直線前邊Marcus 去拿 然後Marcus 扔順了 用腳面撇出去 小小加西腳面撇出去 孫冥謙去跑 孫冥謙呢 然後這一下推進呢 他就真的會護到那個球 就是... 不是說我們過往覺得孫冥謙那些很軟 很容易一押就跌 或者是護不到那個球 不是他一推進 一加速一下很快 然後他會護到那個球 然後就一直... 對方是被他一下子撞開了的 這一下是... 很刺激 對於... 對於我來說孫冥謙... 撞開別人 邊路推進撞開別人 非常之好 然後就... 一路推到底部啦 回到中間啦 Pull in 沛軒做一個Tap in 2比0啦 那整球的入球 是有賴於... 陳兆君在攻防轉換的時候 意識很強 然後... 嗯... 張希賢... 沒有... 撞太多一波 直接找前邊找隊友 孫冥謙護波護得好 直接加速衝到底線 然後就最後... 潘培謙做回一個射手應該要做的事 就是門前Tap in 你說功勞上面如果要算多的話 我覺得八成都落在... 孫冥謙身上了 其餘兩成就是... Marcus啊... 陳兆君啊... 當然 你說是不是潘培謙完全沒有功勞 不是啊 潘培謙都有功勞 當然他那個位置他要現倒才行 他都要跑上來的 對不對? 所以呢他都有功勞的 但是... 孫冥謙是英記一功的這個球 這個助攻是做得非常之好 那麼領先到2比0之後呢 球員我覺得的信心上來更加好 不過呢就... 在防守方面呢 我覺得呢 這一隊的拍檔可能新甲呢 還是都幾多瑕疵 那個瑕疵位在於他們爭第一點 往往是爭得不夠firm 可能... 新高影響了啦 可能過往其實都不是說制空很強的球員 中樂安他對抗很強 但是他制空未必很強 你跟他鬥牙位啊 鬥跑一段啊 他會拿個身位吃你那一下呢 他這下的對抗是很厲害的 但是如果你說差第一點那一下呢 他未必新高上面很多優勢 而且這場球是阿海差第一點多一點 所以... 但是... 但是阿海都不是一個很... 十分強制空的球員 所以在這場球裡面呢 去到50多分鐘呢 尤其是領先2比0之後呢 對方都是有很多空光集入到來呢 都還是set到一些漂亮異傳 在禁區裡面製造到一些混亂 那這個就是香港隊後防 有一點點不夠穩陣的這個情況 那... 然後呢 去到60多70分鐘呢 對方... 開始有一個情況就是... 他們開始... 就是... 那個漂亮的Drop了 給到香港隊的壓力 不算很多的 不算很多的 那... 而且香港隊... 後蓋上來的那個反擊呢 是... 那個效率都不錯 是製造到威脅 而不是一腳大腳向前 反而都幾多後場的推進上來的 尤其是要數左路 Jordan 林諾勤在下半場蓋上來的那個頻率是高了很多 不像上半場下來有一點點協償 下半場好了很多 下半場呢很慢慢慢慢上來 跟隊友是做很多1-2配合 在左手邊 跟張希賢啊 Philip 進來幫忙啊 打很多3-man games 在左手邊 打得很慢的 但是很有條理 很有組織 知道發生什麼事 猜到那個球 那這個呢就是... 在一個左路上面幫到手 那另外就是... 余在賢在中場呢 其實他這場球 關於他的個人表現 我稍後會慢慢highlight 但是他這場球 擔任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他是由後場 或者中線附近 他一做到那個搶球反搶之後 他就馬上很快地向前衝了 那他基本上呢 拿10球呢 有8球都向前衝了 那... 而且你看到他的覆蓋面很大 這場球余在賢非常之sharp 那所以就... 這個值得可以給他一個like 他的78分鐘 有一個挺大的漂亮的球 就是... 在應該右路的傳中 在Marcus在禁區頂 拿了球之後 就set回後面 Philip又是蓋上來 做一個軟射 那對方龍門撲倒 也是撲得很漂亮的 但是... 你看到他的配搭 Marcus 中路一停那個球 他扔了兩下 一至兩下左右 他很厲害 後面Philip上來 可能叫一叫他 他的節奏很好 扔了兩下 很順 做給後面 Philip上來射 那麼你看到這些人的配搭 就是說 那個化學作用出來了 現在就是看到 在前場做到這些攻勢 沒有的 當然亞洲杯我們不說 亞洲杯因為對手太強了 你沒什麼空間做這些攻勢 那... 但是再之前呢 之前那些幼兒賽 或者之前那些... 西杯外對北丹那些 其實不多這些配搭的 但是這一場是有這些配搭 是很正面的 我覺得 比賽內容 其實是... 基本上我們每次看港隊 雖然是很熱血 還是贏球之餘 都希望 看到多一些新世代球員 融入球隊接班 今天這場球 Marcus 余在賢 兩個都我覺得 在團隊裡面運作到自己的角色 這個是很正面的 這件事 那麼... 去到八十多分鐘 然後就... 林兼廷其實都在自己的中市附近 有些犯錯的 自己想... 傳回來中間的時候 全部打了 然後對方打了快攻 對方那個快攻 蓋到禁區頂的時候 我們自己... 禁區頂沒有防中保護的 因為林兼廷失了位 所以就... 勉強一些中堅都是很受壓的 但是最後對方的處理 處理得不太好 那麼這一下就... Vegor 自己要負責 因為自己是失誤來的 但是去到八十多分鐘 那裡他... 都... 看到他拉斜 所以有些失誤出來 那麼... 其實就... 八十分鐘附近位置都見到 周志謙 和王浩進都下來了 代替了曾以恆 和張希賢 另外就簡家亨 鄭俊宏 都在九十分鐘下來了 代替了孫敏 和余在賢 整體來說呢 所以... 在下半場 我覺得控制呢 就比上半場更加好 下半場是更加有信心地 能夠限制了對手的發揮 比起上半場 上半場有時候 還是會被對手... 製造了一些險象出來 但是下半場真的少了 下半場是... 一兩下個人的自己犯錯 被對手製造了一個險象 他跟整個團隊的關係不是很大 整個團隊在下半場 我覺得發揮算是穩定的 當然剛才我提過 就... 一兩下失誤 然後被對方... 中間插進來那一刻 是傷了 是危險的... 是危險的... 但是... 最終沒事了 那就不說他太多了 另外就... 去到保時階段 Anson 後臂下來 都有一刻 就在前場自己踢回來後場 做錯了決定 好像變了助攻別人 送直線那樣 這樣 這刻也是比較壞 但是他自己都有一刻 前場的... 左路斬波入到禁區裡面 阿海頂入了 但是炸壺 當時吹了穴位 是炸壺來的 那... 整體來說 就... 長球去到後段 香港隊長的發揮 我覺得算是很穩定 沒有說怎樣特別大的跌鑼 整個長球都是維持到一個節奏 快攻的節奏都很好穩定 所以呢... 就... 2比0我覺得是一個... 要做接受的比數 可以好一點 把握力最好一點的 其實真的不止2比0 3... 至4比0我覺得是合理的 是... 因為那些黃金攻勢 明顯具入球機會的攻勢 全部出來了嘛 但是沒有把握得好嘛 個別球員啦 這些... 就是我又... 唉... 上條片 有些人留言就說 喂,鬚雞了嗎? 什麼主持人都不懂事 做一下功課先啦 在那裡罵球員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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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在那裡都... 那可能那些朋友就是第一次看片啦 是吧? 那我都出了名 我是胡球員協會的了 哈哈... 就是... 球員表現是頑皮的 是有些偏差 我都出了名幫到盡的了 都不會太過踩的 那我就不太明白 為什麼上條片 有些人留言說我會踩球員 那這個我真的不太明白 但是... Anyway啦 可能他身體啦 或者第一次看啦 就是... 就是這樣啦 那... 但是這場球呢 有些球員有瑕疵的 都會慢慢講啦 那逐個球員去講啦 球員表現方面啦 先講門將 謝家榮 謝家榮今天呢 受到的威脅就不太大 整整個威脅就不太大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值得一讚 就是... 對方呢 其實都有幾多時間 用兩邊的橫出球 去威脅香港隊的禁區 而... 他出來那一刻 攔截全中的決心呢 我覺得很好 就是... 不會太過... 疑慮 啊... 出不出好啊 不會太猶疑 哎... 出到來好像... 又打不走那個球 不是... 他出來那一刻呢 是出來... 出到來呢 是... 很firm地截到那個球 琴實了 那... 這些就是... 好好地利用到他的優勢啦 他的身高優勢啦 因為高的門將... 那個優點就是這樣嘛 就是提早出來 預判攔截的全中球 避免了對方在高空攻勢裡面 做一些混亂出來嘛 那... 所以家榮這一下呢 我覺得在攔截全中那邊 是做得好的 這場球 中堅方面 中樂安 我覺得他反應不夠快 就是... 他這場球我覺得他是... 就是... 終於都可以穿到香港隊波衫啦 我恭喜他啦 那... 但是呢... 在反應方面呢 他就... 沒有去到他最fit的時候 那... 在直播裡面呢 我也認同啊... 大佬梁满聰講過一件事 就說... 中樂安剛剛相遇的時候 是更健碩 就是所謂... 直接一點講 是更肥一點的 現在... 算是收了一點點身 瘦一點 那... 叫做... 快一點點啦 靈活一點點啦 但是應該... 我覺得他可以再靈活一點 或者反應再快一點 因為有時候見到他在... 爭高球的時候 第一時間判斷 我覺得他還沒夠快 有時候 近去那一刻呢 慢了一點點 還是反應慢了一點點 那... 還有他在這場球裡面 通常都不是爭第一點的 那所以呢 就在這方面 看看可不可以 他以後再好一點的時候呢 爭多一點第一點 主動一點 贏出去做防守 但是他對抗是很有優勢 明顯你見到他... 用那個球有優勢 他出球能力是不錯的 長傳兩邊都幾好的 全腳那腳球都是可以接受 都有小微... 小小瑕疵啦 有時候 不可以說完全零瑕疵的 有瑕疵的 但是... 那些長傳都不錯 對抗是非常之有優勢 你見到那些... 一埋伸那一下 他一... 肩膀一擀那一下 你見到他全勝了 是明顯很搶鏡的 那個對抗是 好了 然後就... 反而是防守他是第一點的 他很主動衝出來做第一點的防守 尤其是制空的時候 但是始終呢 高波判斷方面 我覺得都是有點瑕疵 有時候有些球 做第一點主動衝出來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衝前了啊 跳快了啊 那個球的時候 他頂之後那個落點控制不到啊 頂到一些不漂亮的位置 給對方抓到的機會啊 有些情況發生 始終他身邊不是盧烈斯啦 不是周元德啦 那麼... 這兩個會好一點點的 就是盧烈斯和周元德 處理這些第一點會處理得好一點 那麼... 阿凱是... 有些微瑕疵 但是都OK的 就是他那個主動的防守是好事來的 是彌補到中樂安那個... 沒有這麼快的那個反應的 黃梓浩判斷... 就是評論不多 因為他早段受傷 十幾分鐘的受傷呢 就... 希望他要快一點好回來啦 因為始終他都是一個正宗的左閘 始終現在香港隊在左閘上面用的全部都不是正宗的左閘 所以... 硬是... 就在防守上... 上面... 都有一些射尾的瑕疵 那... 就... 另外... 曾義恆方面啦 右手邊啊... 閘位啊... 赤喘一個右閘 我覺得他是有能力的互球員 他不是... 他算是爛打的球員 但是整體的... 那個節奏他跟得不... 不是很跟得到對方 就是有時候... 不可能... 是不是跟那些隊友之間... 夾得少 那個節奏有時候... 就是... 呃... 對方... 就是應該說... 就是隊友有時候現了位子 沒有特別快一點比 或者是... 他有時候想HOLD一下... 停一下球 控一下才比 那樣子 但是有時候有些... 有時候有些互球是互得好的 但是有時候互球好像互多了 或者有時候全球全立了 有這些情況發生 所以隊友是很難預計他... 啊你什麼時候才會全呢 那樣子 那麼他在那裡就有個... 這樣的情況 又... 還有右手邊他掩蓋上來 有個先天的問題 就是前邊... 右手邊和中路不斷換位 所以他前邊很難找到一個逆風給的 因為前邊的逆風都在走位 那... 還有他守個尾處守得一半半 這場球裡面他有兩球 守個尾處都少少走掉了 第一球就傳去尾處 對面傳中,傳去尾處 然後... 他好像回頭才發現... 對面的人到了 幸好那一刻對面都處理得不好 幸好還有很靠近底線 所以他處理得不好 另外一球就是上半場 完場前 傳到中路禁區 他包那個位置呢 他滲了腳 滲了腳 對面是一個free header 任頂的 不過那個球是很遠 離門很遠 18碼左右 那麼所以就... 頭槌方面是力度不大的 那麼叫做... 威脅不大 但是那個球其實照道理 就是... 守尾處那一刻呢 就不夠好 但是... 可造之材來的 曾以恒我認為是... 還是在一個watch list 裡面的 接下來是... 希望他有進步的 但是可能都要他... 就是要讀完書 完成了學業之後 先再觀察一下他怎麼樣 我都不敢保證他在萬事聯那個... 訓練量 或者比賽那個速率會是怎麼樣 因為明顯看到了 當香港隊球員... 跟完他亞洲杯之後 那幫人的速率 你看快很多 那麼所以你就說 你要生活在一個高速率的 比賽環境裡面 都是很重要的 中場方面 林顯廷 動作快了很多 哦... 收回之後 你看到那步頭輕伸 你看到他... 大家有沒有... 就是... 那些馬迷啊 那些步頭很輕啊 大馬輕伸 那些步頭很輕 落腳的時候 一步一步扔出去的時候 你不會很費力 就是不會很大力 加速一步一扔 他不用 他現在輕伸了很多 你看到那步頭 sharp了很多 翻步快了很多 林顯廷就是那個速率... 很明顯就是快了 那麼... 但是... 他有一個情況就是 他都幾急於表現自己 所以呢... 都難免會有一點失誤呢 在他的身上出現的 那麼... 也都見到他還沒夠成熟 那麼... 我自己期待 就是林顯廷 接下來在球會級別的比賽啦 都是... 能夠多些應付一些高壓的賽事 讓他長期浸在一些... 唉... 要用錯率很低的環境裡面成長 那麼... 這個都是... 希望他... 在廣超都... 保持著有得成長啦 那麼... 這個是重要的 另外... 就自己在中前場 有時候用了個球塞了的話 要回追啦 那麼... 我沒有隊友包他位的 單防中的而已 那麼... 這些就自己一個明顯犯錯啦 這些factor 自己要記住的啦 那麼... 另外陳小均啦 我覺得是前場呢 非常之巨威脅的球員啦 你看到他拿球現在充滿信心 那... 那個入球 都算是一個世界球的話 都很漂亮啦 那麼拘外遠射 其實都不多見... Philip 在那些位置做遠射 那麼... 他中場有一件事 他是很強的 一件事就是 他覆蓋面很大 很勤力去走位的 很勤力去做什麼呢? 第一,做迫搶 第二 做現位 轉手為攻的時候 立刻 無論是左手邊還是右手邊 都可以現到位 幫到隊友 給他一個球 給他一個球 他就可以立刻 扔球上前 然後再交前 那麼這個呢 現位的那個意識之快呢 就是那個集份的體驗了 集份的體驗出來了 就是那個速率的快 就是所謂速率快 其實不只是你跑得快 是你的腦袋動得快 你在... 那個球還沒到你腳之前 前兩角你已經預判定 可以準備現到一個正確的位 這個才是速率的問題 不是說到了他那裡 然後我才慢慢走過來 這個已經慢了 這個就是 平時經常說 港次元速率的問題 就是這樣 其實是腦袋的問題 不是跑多一步的問題 跑多一步當然是問題 體能當然是問題 但是是腦袋運轉 要怎麼run得快 想多兩三步的問題 好了 另外就是另一個 我認為這場球最出色的球員 余在賢 余在賢過往 在流浪那個年代 經常都說 我覺得這個球員 都很拼命的 都叫做很肯跑的球員 但是太刺了 對抗頑 埋身一迫 很容易脫球 他自從經歷了在日本的視角 失敗了 回到來 再努力去操練 經歷了亞洲杯這個經歷之後 這場球 嘩 換言一身 真的換言一身余在賢 真的如前在賢一樣 對抗非常之出色 那些埋身50-50 搶球那一下 你看到他 瘦瘦瘦瘦瘦的樣子 嘩 但是搶得很 成功率很高 很硬正的 過來拍那一下 還有 翻步也是很快的 向前很積極的球員 但是這麼說 不是完美 都有瑕疵 就是因為他 譬如十球球又八球球都會不斷 拿到球就馬上向前的時候 他有時向前都會失誤 那個進取性太強 就是 都是急於表現自己 太進取的時候 都會有些失誤的 有時其實可能未必 隊友 或者整個球隊未必那麼需要 那麼快的向前的時候 他很快的向前 那有時傳球會 傳失了 或者隊友未走到位 就傳了出去 都有這些情況 但是你看到這個球員的飢餓感 挺強 還有這場球裡面 他護過球的能力 護得很好 尤其是 有時高球掉下來的時候 先揹個位置 然後撩兩腳 擺脫對方 搶個球下來 控制定 再推進 這些球會做得好 余在賢 明顯的進步 希望他在下半季 無論是港隊 還是東方的陣中 他會起到重要作用 如果東方陣中 余在賢可以 交忽得到這樣的水平 東方的中場 真的非常之厲害 馬高斯搭著他 再加上後面 傻幫做防守 非常好 效果非常之強勁 機動性很好 那 還有他的反搶 在這場球裡面 都交到很好的水準 搶球的成功率 都是很高 好了 跟著前線三個方面 要講一個 我覺得 算是失色一點點 潘佩天 非常勤力走位的球員 很努力貫切地執行部署的 其實我覺得他是真的 很專心去執行安達神指令的球員 他是很珍惜上陣機會的 我看得出 非常之努力 因為他基本上 應該是賽前安排來的 這個我猜就是 他在邊路上 一轉身為攻 就走去中路 跟孫敏謙搞差換位 他是很多時候執行的 就是他不是說有時候 有時候跑 有時候不跑 他是大部分時間都跑 大部分時間 斜址進去中間 呼應一下 可不可以中路做些頭鎚 做些踢面 他整天都這樣做 所以他是貫徹執行部署的球員 所以這裡是給掌聲 很勤力走位的球員 去到後段 體能是沒有大幅下滑的 仍然八十幾分鐘都交到貨給你 那 這個也是他世時的基礎 我覺得都是練習你的 這些 這個也是很專心很勤力的球員 但是 單獨處理得不好 上半場單獨 想了太多 沒有做一個最好的選擇 另外下半場 自己的入球 都是得益於孫敏謙的 所以整體來說 有球的表現 這場球是不好的 就是不是處理得這麼成熟的 速度是他很大的武器 當然 就是他有一些球 都很想嘗試爭取表現的 推順了禁區 但衝進去禁區裡面 窄角照起腳 看到他的積極性的 但是其他環節上面 在這個處理球方面 還是不夠好 還可以再好一點 我知道孫敏謙他自己都 好像是不是那些朋友說 還是他家人說 總之 一邊邊擦他 一邊去給一些 叫做什麼 給一些叫做 不用這麼正面的 給一些硬的東西聽 給一些評語 比較辛辣的 就可以令到他邊擦的進步 繼續罵 OK的 我不在這裡打算繼續罵 但是我提出 他這場球裡面 有球的攻勢裡面 處理得不多 就是不好的 多數都不好 好的就不多 好的就不多 那就 孫敏謙 助攻那一球 就體驗到他 護球能力有多強 對不對 就是 出來了 應該孫敏謙我們期望 他應該有這樣的能力 我自己期望 在 往後的日子裡面 孫敏謙可以外流 我認為他是很有條件的 就是 還差一個機會 孫敏謙 可以再好一點 就是這麼勤力的球員 加上我性格這麼好的球員 很專注的球員 孫敏謙這些球員 應該有這樣的機會 他的上限我覺得還可以再好一點 因為你看到 Toon 在盧比那邊手下Toon 再在安勒神手下Toon 他無論是什麼位置 他都是 就是不斷地 因應著那個位置去改進自己 我覺得 這件事情很正面 那球助攻是完全歸功於他 雖然呢 在前場他不算多波用而已 他不算多波用 但是他不斷跑位呼應隊友 現位出來 以及幫忙去逼搶 那個意識都是很強勁 就是他很專注的 見到有機會 哨就衝出去 帶領球員 因為他防守的時候 迫搶了他站在頂上 他站在頂上 一見到機會 湧出去 然後帶領後面的隊友一起湧出去 這個就是 要勤力才行 還有你要 那一刻很專注 球賽發生什麼事 才可以 這個就是 孫敏謙這場 不錯的 不錯的表現 張喜賢 因為前線三角裡面 最長鏡的表現 就是張喜賢 有些球迷 可能覺得張喜賢 扔的球扔得多了一點 我認為適中 我認為適中 這場球適中 我不敢說以後會怎麼樣 這場球 大家看到張喜賢 他扔的球 我覺得他好的位置 是在於 他扔的球一下兩下 他未必立刻去掉 他未必立刻傳走 或未必立刻射 但是 他去到第三 第四下之後 他反而往往就做到一個好的決定出來 那你說 喂 那你說頭兩下都可以做一個好決定 不是的 有時候 你的隊友都還沒走完的 不用這麼急 有時候隊友還沒延好那個位 隊友延好那個位 扔兩下 第三下才傳 沒問題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沒有失誤先 就是不可以說完全零失誤 他在大部分處理中前場的攻勢上 他失誤不多 不會說你問他 我有一場給我很深印象 他很故意在一個中路扔 在一個左路扔到中路 他想扔空間出來 然後想交球 或者想傳球 但他最後是猶疑不決的 做得不好的 然後被對面一拍拍下來 就放手成功 然後脫了個球 有幾場球可以理好 有這個情況 但是這場球 他改善了 在香港隊 左路扔到中間 可能帶到第三腳的時候 可以放到漂亮直線 我記得好像下半場 放到一球很漂亮的直線 由左路扔到中間 然後一下子撞穿了 我不知道給誰跑到底線上 孫敏謙還是潘貝倩 一時我招不起誰跑 但是 視野非常之好 做決定非常之好 是應該要這樣做 而對方是很明顯 一看到他扔空間 是有點害怕 很明顯退一退 留多點空間 防他減煙 那麼 這麼說 你要我比喻他做艾華頓 就誇張了 但是起碼我覺得 前場 年輕人要有這樣的球員 先 不是其他的球員 孫敏謙是扔的球也好 但是孫敏謙有時候太過 一板一眼了 就是說 他是加速就加速 他是變向就變向 就是他那個 多樣性 處理球多元化程度 不及張希賢那麼好 第一球助攻 菲利普入球 就是體現了張希賢的多元化 中線 他停了人 突然間加速 加身 再向前推 這個就是多元化 平時哪有不少 不多本地球員做到這些球的 真的很少 艾華頓真的會有這些球 但是本地球很少會做這些球 但是張希賢在這場球裡面做到 信心很強 希望他以後更加好 令到對面的防守很被動的 他能夠這樣的踢法 我另外有一件事要讚他就是 但是他這場球 他不是說只是踢Cut-in 他在左路拿到一個球之後 他有全中 他有斬進去 那這個也是好事來的 就是因為你不要每次都被對方猜到你 只有一條路 就衝過去Cut-in 起碼他會有做一些全中球 斬進去 給潘佩軒 試試用頭或者腳去試試 可以踢Cut-in 當然 沒有成功做成一個助攻 但是 就是講到全中那一刻 不是給菲利普那一刻 給菲利普那一刻已經是漂亮的助攻 就是講到斬他那些 斬他那些 當然沒有造就隊友進去 但是都是一個好嘗試 還有 令到防守方更加難鼓勵做些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都是正面的事來的 對於張希賢來說 第二球入球 他也是間接助攻來的 先說 Z比的菲利普在下半場70多分鐘的球 也是好球 其實你說 在中前場的球員 我覺得 培養一些中前場跑得快 無私奉獻的球員不難 反而 要培養一些中前場的信心無限大 但是不斷願意上腳 扔球過人的球員才難 因為肯過人 其實代表了 你這個球員有無限的自信 你要很勇敢 你要不怕犯錯 這些是很重要的心理質素來的 反而怕犯錯的球員 怕犯錯的球員 那些球員其實 舉目皆是 真的很多這些球員 拼腳而已 前線跑了兩步 怕犯錯給外援搞 很多這些球員 但是好像張希賢這樣 自己扔 扔完 他未必交的 可以自己寫的 你這個心理質素 頂得住這些壓力才行 喂 大心臟的球員難球啊 天生的 有時候心理質素的東西 是不是 所以 我覺得不應該給太多職責他的 我覺得應該要 給他一些機會 他當然不是完美的這場球 但是我認為在前線三個裡面 張希賢表現得最好 後備 講短一點後備就 林樂琴 他雖然上半場進來那一刻 入局真的是 略為慢一點 要一點時間入局 但是我覺得他下半場 就飾現了整個比賽次之後 頻密上前助攻 都是一個好的發揮 希望他接下來多一點時間 可以跟到多一點香港隊的比賽 速度會提升得好一點 因為我覺得他是有潛力的球員來的 不過有時候定位上限制了他 有時候如果踢左閘 未必是最好 他逆風都不錯的 他中場都可以的 如果一下左閘 他要踢得很大壓力 他又要壓上助攻表現自己 之餘 防守又要不要失位 他都大壓力的 看看他自己的發展如何 但是我覺得 Jordan 也是值得的 他有他的神來癡不在 周志謙 年輕人 我一向都說他的球是老練的 但是這場球下來 我覺得他的下腳都幾用寒 我覺得有一點他的防守動作 都過於搶鏡 他想表現自己 我猜到 你看到他下腳都很冒險 有時候都照鏟下去或者照飛下去 所以都拿了王牌 明白他的心理想搶表現 想拼命 那麼 注意好自己的動作 OK的 不反對的 就是不會搞禍這件事 就是王牌就算了 Anson 助攻詐虎 球球傳得很漂亮 其實斬得真的很漂亮 你是可以頂得很乖巧 但是 一腳球回後場失誤 那球球就值得罵了 差一點糟 中樂安都罵了 我看到他在後面 那麼我覺得Anson 面對諸多的競爭者 他自己心理上面 他都要挑戰 就是他需要 冷靜 不要太過急躁 想表現自己 因為 他正面競爭者 可能是張希然 如果 再競爭一些 如果林洛勤可以上前場 都要競爭為林洛勤那個位 甚至競爭張 算命謙 潘佩倩 這些都是他的競爭者 他怎樣可以 維持到一場上的 體能 投入程度 專注度 處理死球的 那個完整度 這些都是他會面對的課題來的 那麼 沒有太過急躁 我覺得這個是對於他來講的重要 我覺得有時候在一個比賽裡面 我看到他的情緒有時候上落 在這場 即是這場球裡面都見到一點點 雖然短時間 但是我看到他的情緒有上落 那麼希望他可以接下來 keep count 冷靜一點 好 今天的賽評講到這裡 不覺不覺有差不多一個小時 都差不多五十分鐘 整體來說 這場球我相當之滿意港隊表現 雖然都有瑕疵 但是都滿意 一次回合 作客去到廣州 應該是不容易踢的了 對方應該在名單上面 都還會做一些調整 可能還會擺多一些 厲害的人下來的 這場球呢 就 這幾多梅洲客家的人 就是很多都是魚子男的隊友 但是他們表現出來 就不是太好的 也都這麼說 他們表現出來真的沒有什麼隊形的 對面 但是對於他們 即是下個星期那場球 會不會出一些更厲害的人出來 就 即是那個 實力就更加厲害一些 局面就更加均等一些 那都 不是說穩陣的 兩球我認為都 不穩陣 所以都下個星期我自己都 或許 未必 大機會 有可能都會去作下廣州 都會看 希望有機會看到這場球 那再呼籲多一次 如果有金主 有品牌 想贊助這一次的拍攝的話 那我會拍一場 外場內的花絮 有興趣拍攝的話 都歡迎 在IG DM聯絡我 贊助這一次的旅程 也都呼籲大家 可以請小弟 喝杯咖啡 喝杯咖啡 都可以 在DESCRETION BOX 可以按回PAY ME的連結 就可以了 可以即時 令到小弟 有少許的支持 多多的鼓勵 另外 呼籲大家 Subscribe channel 按回鐘 就不會錯過下條片的了 給個like 連結就share給朋友看 給朋友的仔 可以多一點的view show 令到我的動力更加大 comment 還有comment 希望大家 保持廣足的熱度 comment 香港隊的這場球 表現 你有什麼感受 都是歡迎 開放地 討論的 這條片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 下條片 看一下會不會 講完 國際馬馬馬的場 先 然後再講 講 散港杯的次回合 好啦 就是這樣啦 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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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